曾志强 大家好 我叫曾志强 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上学的时候我就立志于做一名 有温度 有态度 有深度的成为人 大约四年 我在横店影视跟过剧组 在艺人工作室 以及大协都实习过 课外之余 我组建了两个自媒体团队 并且受邀参加2016年影响力峰会 累计视频播放量有5000多万 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自媒体运营 以及视频制作的岗位 谢谢大家 胡老师好 听说你做自媒体 很有一套是吧 因为大一学校小伙伴特别多 就找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伙小伙伴 大家一起去做各种锤类的东西 我们做过时尚类的 比如说街拍 然后美食类的有探店 校园类的有采访 还有航拍 还有直播 都我们都尝试过 在16年 做南京大学直播的时候 我们累计在线观看有300多万 你参加过微影响力峰会吗 参加过 你是代表什么参加 我是做校园锤类 参加2016年微博影响力峰会 所以你最擅长的 到底是视频策划呢 还是 在大学的时候 我四年都在做自媒体 以及运营 抖音有多少粉丝 抖音有20多万现在 看一个人在大学里面做自媒体做得好不好 就看他挣了钱没挣钱 对 挣到钱了吗 挣到了 挣了多少钱 就从大一到大四有50多万了 那很不错了 这50万你是花靠什么挣到的 抖音你现在收费贴品广告 大概多少钱 我现在做的是广告商品收益 商品收益的话 基本上一个月是上万的收入 我是一个那个蚂蚁搬相一样的人 就是我会把每一笔的钱都记录下来 并且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们认为50万是对一个学生来说是特别多 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 50万是我四年的积累慢慢地变来的 我有一个记账的习惯 因为我喜欢把我的钱都放给我家里的人 而且我除去我自己的生活开销 我没有找我爸妈拿 然后我学费没有找我爸妈拿 然后我还买了自己很多设备 然后学费加设备将近就有16万左右 加上我自己的存款 还有我自己的日常开销 我是这样算的 那你要求多少钱薪资呢 你是一个见过钱的人 我要求在北京工作 然后底薪是6000 不高 我觉得钱是不是 我在北京我觉得能生存下去就行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满足感 什么叫 怎么样才能满足你 就是我觉得一个企业能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想做锤类的东西 我想做美食 我想做北京本地的内容 你做情感吗 做情感 我把我那个2000多万的大号交给你一个人来打理 做情感我现在还没有想过 你觉得在拒绝多位吗 对于我刚毕业的人来说 真的是要见识很多的东西不一样的 才能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大 让你更加快速的成长 志强我问一下 我看你的工作经历18年6月份到18年12月份你在腾讯 对 然后你又说你印象最深的事就是18年十月杯期间连续熬45天的夜 对 那我能理解为你是在腾讯做的这件事 对 那你能大概讲一下吗 我 我那个6月份到12月份我是在腾讯实习 在哪儿吸干嘛 在 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就回答你做体育吗 你准备做体育这个锤类吗 不是当时是 你准备做不做 你对人要公平 我已经问了你情感锤类你做不做 你说不做 体育锤类你做吗 体育锤类分很多种 情感锤类也很多种好不好 那个大类都被干掉了 现在是体育 他的这个有一定的情怀 他对工资的期许不是说是特别高 他重点也是想有这么一个大的平台 然后呢 在这个平台上面 然后断装自己 然后提高自己 我们看一下视频好了 好 本来放在第二环节的 我们先赶紧看一下 好的 看看这个很牛的人 到底拍的视频怎么样 我做了个困点 重新咬嘴 我们正在收听的是FM90.2 City Radio 就是我想给那些没有来过这个地方的人 或想来这个地方的人做一个困点 让大家更多地去了解这个地方 可是此刻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和小人 不止你一个人 所以没关系 我在这儿陪人 我去看他还没关系 后来刷二 想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 我想问一下 这里头有多少素材是你自己拍的或者你刻画的 没有 全都是电影的剪辑 我做的是一个混剪 你想说说什么 不是 你这混剪 你绝对好在哪呢 他以一个时间线去说明 从前穿说的 比如说电影的一些画面 还有一些 不是 你这是那个主旨是什么 你要介绍重庆是吗 重庆的一天 显得显得闹得慌 之前我不知道站在舞台上 我就一直很费力地 想聚焦听你去讲 然后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也在讲 我至少分了三次成 才把它坚持看下来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不是你做自媒体的一个风格呢 会吸引人 对吧 没有主题思想 志强 你的视频 跟你说话的节奏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就是一直在说 完全没有停顿 对 所以我想知道 完全没有这个主题 作为一个新媒体运营的人员 那作为一个视频的一个策划人员 你一定是要带着 很强的一个内容的一个策划能力 但我们觉得跟他沟通的时候呢 感觉特别费劲儿 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这样的选手的话呢 他在工作当中我们特别担心说 跟他的沟通成本比较高 而且也担心他的作品 就跟他表达一样 逻辑不够清晰 我倒认为他这个拍得很不错 他有他的风格在 所以你要讲一下 你的这个主要的思路是什么 你知道让我们大家觉得说 你这里头讲的是有道理 郑总 我觉得您先看 从观众来看 你已经理解的主题思想 你看到了吗 你没看懂 我觉得是这样 在任何一个人来的话 他如果把这个东西作为他的表现的话 您觉得好的什么地方 那我就要叫他自己去讲 让他自己讲 首先我这个片子的策划是这样的 第一个我刚才说了时间点 就是每个时间点做什么事情 第二个就是 你们在视频里面看到了 有三个字是开门红 就是开门红 每个地方都有特色 红主要是火锅 门就是市井 开就是早上的生活 我是这样分类的 谁能懂啊 郑总 你这讲是什么时候干的事吗 你觉得这段混俭的东西 你作为作者 我最满意的地方在哪儿 我觉得是剪辑 整个策划剪得特别好 如果以前我们还没有懂 他剪这个片子的逻辑 现在我们懂了 因为他说 因为他剪辑得很好 他只是展示了一下他剪辑 他没有站在观众的角度 所以说那个东西剪的是什么 跟我没关系 不重要 就觉得我剪得特别好 我这个快闪啊 我这个闲戒啊 时间节点啊 这个片子跟他所说这大学四年 他挣到不少钱 我开始我相信了 他有成熟的剪辑手法 但是可能这些年来 就是接着各种各样的商务的 这样的一些 碎片 这些片子挣钱 所以导致到 你发现他的片子是没有灵性 没有灵性 对 而且我觉得 很成熟 剪得很成熟 但是却缺乏真正的主题创意 他是一个剪辑手 他不是一个策划人 所以说 我觉得很多人在批评他的时候呢 把他当作一个导演 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剪辑师的话 我觉得你展示这个视频是OK的 但问题他今天一面 他运营的是短视频运营啊 这是自媒体运营和短视频制作